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MAK大叔 今天要來到台北市莊金路的周胖子餃子餃 這是這間店正面的樣子 這個餃子餃在我小時候就有吃過 那個時候那間店是在南京東路或者是民生東路上 算是一個老字號的餃子餃 那價錢在上面 牛的、樹的、豬的跟玉米的 然後各式七元 那菜單在這邊 記得那個時候跟父母親一起在周胖子餃子餃 吃過很多次 不過有好幾年都沒有來吃 好像他的分店也越開越多間 用餐區大概可以做二十幾個人 那牆上就有這個很漂亮的中國式的裝置藝術 這個還蠻漂亮的 那這邊也有 這邊也是大概有三四幅吧 那牆上就有這個一些菜單的價錢 那這個是小菜區 應該住不外的朋友應該會很懷念吧 這是一個老字號的店 這樣 好那這個是他們的Menu 那麵類最貴的是一百五 然後還有小籠包 不過我記憶中他們最好吃的是水餃 欸 現在是八塊啊 好那貴的是要給他點啊 這樣 好那我就牛的水餃十顆 豬的十顆 然後還有酸辣湯 我點好了 就牛的十粒 豬的十粒 還有酸辣湯 謝謝 你這邊是水餃 對 啊我說錯 寫錯了 不好意思 那就八顆八顆好了 謝謝 好那服務人員蠻親切的喔 好那醬料區跟這個湯匙筷子就自己在這邊拿 好那剛剛有問店裡比較資深的小姐喔 他們第一間店在民生東路沒有錯 所以就是我剛剛說的沒錯 在民生東路 然後先喝喝看 其實他們忠孝東路有一間分店喔 我記得 嗯 就是那種外神式的酸辣湯喔 蠻好喝的 然後材料也很多 也有這個豬肉絲阿 筍絲 然後豆腐 紅蘿蔔這些喔 很傳統的這個味道喔 好基本分我覺得是85分喔 然後我就直接加烏醋 這個東西還是要加烏醋會比較好喝 還是不夠酸 再酸一點 我個人比較偏好酸一點的酸辣湯 這樣正點 嗯 好整個味道都出來了喔 然後我覺得是90分 好吃 然後材料很豐富喔 然後服務人員也蠻親切的 好吃 好吃 好那這間店在台北就算是一間老店喔 好懷念的滋味啦 那個時候我吃的時候才是 才國中的時候 好像這個年紀越大就會 越會懷念不枉的滋味阿 好好吃 好材料就是蠻豐富的 好那懷舊的朋友可以來吃吃看啦 不錯 好那這個是高麗菜心喔 吃吃看 看起來好像蠻爽口的喔 嗯 嗯就是用 應該是用糖跟醋醃漬過的喔 有點台式泡菜的感覺 然後就很爽口 一點酸一點甜 好剛剛講說是高麗菜心喔 但是切的 感覺上是一絲一絲的喔 還不錯 我覺得分數是85分 還不錯 好但是它比較清淡一點喔 好那現在似乎是好了喔 謝謝 謝謝 好就從牛肉的開始喔 他們的尺寸比較大顆喔 差不多一般水餃的一倍半 好那現在吃吃看喔 皮比較厚喔 然後比較飽滿 那感覺也是會爆漿那種 很久沒吃到了 很久沒吃到了 這是一種外省式的這種肉餡喔 然後 蔥的味道很濃郁 我可以看到這個 整個湯汁都流出來喔 所以很好吃 然後自己沾醬油也都可以啦 嗯 嗯 好吃喔 這個就是它有名的地方啦 個頭大 然後內餡飽滿喔 好吃 然後這個豬肉味很甘甜 就是牛肉的肉味喔 嗯 好如果你是住國外的朋友 就可以看清楚一點喔 那這一個 餃子果然是非常有名的喔 好 很好吃 一粒八元 然後有那個價值 好吃 好可以看到這樣一夾 就整個肉汁都出來了喔 好 所以是 很有口感喔 好 讚 跟我記憶中的味道一樣喔 非常好吃 然後童年回一 再加分之後 這個餃子是95分 牛肉的喔 85加10分變95 好 好那但是它稍微會比一般的水餃店貴一些喔 這個是不爭的事實 好那這個是牛肉的部分喔 牛肉水餃的部分 好那我剛剛加了一份牛肉捲餅喔 好 這個是豬肉的部分 好一樣喔 也是這個個頭很大喔 飽滿 好那這個水餃的味道就包的跟我媽味道一樣喔 好就是那種標準的眷村式牛肉 沒有更正 眷村式豬肉水餃 然後好吃的地方可能就是因為它有這個眷村味吧喔 然後 然後好吃的地方可能就是因為它有這個眷村味吧喔 然後一樣就是這個 蔥阿這些 在裡面喔 好吃 剛剛咬下去 感覺 欸 開掉了 感覺它這個豬肉有點蠻有肉汁的喔 可是 好像擠不太出來 喔喔出來出來 好比牛肉的少一點但是也是有這個湯汁喔 好那總之豬肉也是個不錯的選擇喔 然後我覺得分數是90分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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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很好吃 一樣把肉餡剝開給各位看好了喔 嗯 嗯 這個就是它的肉餡 還蠻扎實的喔 嗯 好吃 好那水餃真的是店中的招牌喔 好那這個是牛肉全餅喔 也蠻厲害的喔 它做的跟這個照片上的一模一樣 好剛剛這個店員有講說他們的餅是現煎的喔 所以稍後這樣子 嗯 感覺上看起來蠻不錯的喔 好中間就是那個滷牛肉片喔 好中間就是那個滷牛肉片喔 味道還不錯 就是那種標準外神式的滷牛肉片 嗯 還不錯 然後可是 有一點 感覺有點甜膩膩的口感喔 稍微有點甜 嗯 好甜膩膩的話 可能就是甜麵醬稍微多了一點喔 稍微吧 可是還不錯啦 那我覺得分數是88分 還可以 好那這樣吃下去之後我就超飽了喔 嗯 好很棒 那最後這是這間店的名片喔 周胖子餃子館 裝進店 好這個裡面就有Menu了喔 好那下面還有喔 他們也有麵類喔 也許我還會再二訪這樣 好那最後是貝麵喔 地址在台北市裝進路455號 那個人覺得他們就是各份店的水餃啊 這些餐點都非常的有水準喔 味道就是 跟我小時候吃的也差不多 然後整個店的用餐環境也 蠻不錯的齁 好那各位來就祝你用餐愉快 掰掰